接着呢我们就继续给大家讲解我们这个蓝牙模块ATCHC05 也就是我们这个项目中要使用的这个蓝牙模块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ATKHC05的一个简介以及特点 那么我们要看这个模块的介绍以及特点呢 我们就要去看它的这个用户手册 好这里面呢我已经把用户手册打开了 好在这个用户手册里面呢 我们先可以看一下这个模块的一个特性参数 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介绍 我们这个模块呢实际上就是一个 组成一体的一个蓝牙串口模块 从这句话里面呢可以提炼出几个信息 首先呢这个模块可以支持主设备 它可以做一个主设备 也可以支持重设备 我们可以把这个模块做一个重设备来使用 并且呢是一个蓝牙串口模块 因此就说明我们这个模块和我们这个单片机的连接啊 它们之间的通信 是通过这个窗口来实现的 好然后这个地方呢就讲了我们这个模块的一个波脱率的范围 是4800到1382400 并且是兼容5V和3.3V的这个单片机系统啊 大家注意我们这个MCO呢是3.3V的 因此呢可以使用这个模块 然后关于这个模块的一些特点呢 实际上在这个表1.1和表1.2里面进行了一个说明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通信距离是10米啊 这是它的一个工作温度 然后它的工作电流和电压 好我们这个了解一下就好 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模块的一个接口说明 这个接口呢实际上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我们这个模块的一个硬件接口啊 也就是我们这个模块的一个IO的一个说明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编程接口的说明啊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模块 对它进行数据读写的这个接口的一个说明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硬件接口说明 关于我们这个硬件接口说明呢 我们还是去看我们这个用户手册啊 好我们到这个使用说明里面找到2.1这个小节 里面有一个模块引脚说明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模块呢实际上是通过6个2.54 这个毫米间距的一个排阵和外部相连 实际上就是这个部分啊 并且这6个部分呢 这边已经给它打上了一个标签啊 每个这个定义都给它打了一个标签啊 具体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第一脚 第一脚呢它叫做LED啊 这个叫做LED 这个脚是干什么的呢 这个脚是用来表示一个配对状态的啊 如果配对成功呢 这个脚会输出一个高电频 如果配对失败呢 这个脚呢会输出一个低电频 我们可以把这个脚和我们这个单片机板上的 我们这个STM3RF407板上的这个LED相 一个LED相连啊 这样子呢就可以通过这个LED来显示是否配对成功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脚 第二个脚它叫做Key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如果把这个Key拉高 我们就可以进入AT状态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通过这个串口 对它进行这个AT操作 好第三脚和第四脚呢 分别是我们这个模块的这个串口的接收和发送两个脚 大家注意这两个脚呢是TTL电频 不是R32电频 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 因此呢这两个脚不能直接和PC相连 不能直接和这个PC的R32接口相连 我们必须把它转换成R32以后 把这个TTL转成R32以后才能和PC相连 那么它可以和谁相连呢 它可以和我们这个单片机的这个TTL电频的收和发 分别相连 大家注意这两个脚交叉了 也就是我们这个蓝牙模块的这个接收端 要接我们这个单片机的发送端 它的发送端呢接着这个单片机的接收端 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 好然后这个第五脚和第六脚呢 就分别是D和电源 好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面还有个说明啊 就我们这个模块还自带了一个状态指示灯 HTA实际上呢这个灯呢就是这个灯 这个灯有什么用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说明啊 这个灯呢实际上呢就表明了我们这个模块当前的一个状态 就是如果这个时候HTA呢慢闪啊 就是一秒钟闪一次表明模块是进入了这个AT状态 并且波特律是固定的38400 好如果呢这个时候把这个K这个角啊把它拉低 或者是悬空啊也是不把它拉高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HTA会进行快散啊表明呢这个模块进入一个可配对的状态 好这个时候呢如果把K拉高呢它仍然会进入这个AT状态 好如果我们这个模块成功配对的话呢我们这个STA会进行一个双闪啊 通过这个STA呢可以知道我们当前模块是否配对成功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模块啊 我们这个模块的这个编程接口说明 我们这个模块呢实际上就是通过串口 通过串口和我们这个单片机进行一个通信 而我们这个串口呢实际上它这个收发的数据呢就是AT指令 我们通过这个AT指令来和我们这个串口呢进行一个通信 那么什么是AT指令呢这个呢实际上AT指令呢很早就有了 这个是我们这个终端和PC相互通信的一个指令集 这个指令集呢一般是以AT开头的 在我们常见的这个GPRS GPRS这个通信里面呢实际上就采用了这个AT指令啊 具体的这个AT指令大家可以去百度搜索一下 这里面呢就给大家简单的提一下就行了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几个和编程有关的几个事情啊 就是我们这个ATKHC05的这个AT协议的一个说明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何进入这个AT指令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何进入这个AT指令 好这里面呢在我们的第二连二这个章节呢就讲了我们这个模块的使用说明 在这个里面呢的就给他大家讲了我们进入这个AT状态 这个模块上电后啊这个第一种是在模块上电的同时和上电之前 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模块上电之后把这个Key接一个高电频 这两种方法呢都可以使得我们这个模块进入这个AT指令的状态 实际上呢就是只要把这个Key接一个高电频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啊使模块进入我们这个AT指令那个状态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AT指令的一个格式的一个说明 好这个格式呢就在这个章节就讲了 这个格式实际上就是AT加CMD 后面再跟着我们的这个参数 具体呢这边有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要看这个模块版本就发送这个AT加上这个版本的英文单词 然后后面呢再跟一个问号啊 这跟一个回撤符啊这个AT指令就发出去了 然后这个模块呢会给我们这么一个回应 好然后第三点呢就讲了一些常见的AT指令 以及这个AT指令的一个测试啊 这里面呢就给大家讲了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就是通过把我们这个蓝牙模块和PC的串口相连 然后直接通过我们这个串口助手 给他发一些AT指令可以对这个模块呢进行一个测试 大家注意啊之前给大家讲了 我们这个模块呢它是TTL电频 而我们的电脑是RS232这个电频 因此呢我们不能把我们这个模块和电脑直接相连 我们要通过一个转接板啊 比如说这是我们这个蓝牙模块啊 这是我们蓝牙模块啊 这是我们这个PC 那么我们要和它相连的要通过一个转接板啊 转接板 这个转接板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把这个TTL电频 转换成232电频的这个转接板啊 就可以直接把PC和我们这个模块相连 相连以后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通可以通过我们这个串口助手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串口助手 我们可以对它发一些指令啊 比如说这里面就发了一个角色查询的一个指令 来查询我们这个模块当前是处于一个什么角色 是处于主还是从这么一个状态 好实际上呢 这个呢也是我们测试模块的一个方法 并且呢我们实际上可以通过这个转接板 来进行一个连接啊 因为转接板上面有一个 R32TTL转R32的这么一个模块 我们实际上也可以通过转接板 把我们这个模块和PC相连 然后从而通过这个PC呢做一些测试啊 对这个模块做一些测试 好然后呢我们还需要清楚哪些指令呢 好我们还需要了解这个波特律啊 修改波特律的一个指令 大家看指令歌是这个样子的 好这个呢大家下来呢可以自己编程 编程把这个把这些指令呢都试一下啊 看一下这些指令读出来是什么东西 而且通过这些指令能不能去修改波特律 这里面呢具体的这个就不给大家讲了 大家下来呢自己看这个文档 好这个修改密码呢是通过这个指令 好修改蓝牙模块的名字呢 是通过这么一个指令 at加name啊 好然后实际上呢 我们要看这个指令呢 还有更多的一个指令啊 我们就要去看它专门有一个指令集 好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模块里面有一个蓝牙模块指令集的这么一个文档 这个文档呢我会给提供给大家 好在这个文档里面呢 就对这个指令集呢做了一个总结啊 而且呢告诉了我们如何把这个模块设置成组 角色设置成组 好这些指令呢大家下来呢需要看一下啊 因为我们编程的时候呢需要需要我们这些指令 而且编程之前呢我会告诉大家我们具体要用到哪些指令啊 大家可以提前预习 好 对这个模块呢 模块这个at协议的指令的一个说明的就到这啊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模块如何和这个蓝牙主机建立一个连接啊 实际上呢这个建立连接的方法呢在我们这个文档里面也有啊 我们来看一下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去看我们这个用户手册啊 在我们这个用户手册里面呢 好有几个地方 首先呢我们这个2.2.2 首先讲了我们这个模块和这个单片机的一个连接啊 实际上呢我们这个led和key这两个接口呢是连到我们这个单片机的io上面的 然后我们这个收和发呢是交叉的连接到我们这个单片机的发和收上面的 然后电源和电脑就对应的相连就可以了 好接着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模块啊 是如何与我们这个蓝牙主机建立连接的啊 我们是把这个模块作为一个重设备啊和一个主机进行一个连接 这里面呢就以一个智能手机为例 好首先呢我们得让这个模块呢正常工作 要工作呢必须就得给它供电啊 这里面呢实际上我们的这个项目里面呢实际上是把模块连接到我们的开发板上 实际上是这样的啊 这是我们这个模块hc05这个模块啊 我们是和我们这个开发板啊进行一个连接 我们这个连接的方式呢就是刚才我们这个示意图里面啊 它专门有这个接口啊可以进行一个连接 连接以后呢这个时候开发板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供电啊 一个vcc 然后这个时候开发板通过这个串口可以和它进行一些通信 而且呢开发板可以控制它的这个key这个脚 并且呢我们这个模块的这个LED这个脚呢 可以把这个模块当前这些状态给这个开发板 好 连接好我们这个模块以后呢 我们首先要确保我们这个模块是一个虫机 实际上呢我们这个模块在出厂的时候啊 只要默认呢就是一个虫机 并且呢我们这个波特率呢 它默认呢是9600啊因此呢 我们这里面呢可以直接用它的默认配置 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把这个pc和我们这个模块 通过这个ttl转22这个转接板进行一个连接 然后也可以查询到它的一个配置 也可以查询到一个配置 好 好大家注意啊在我们对这个模块 它的at指令进行操作完成以后呢 不管是我们是通过这个pc来连接到pc进行一个查询 或者是我们连接到开发板上啊 对它进行一些at操作 操作完成以后呢 一定要把这个key啊 这个io给把它制d啊 或者把它断开都可以 我们把这个key是连接到我们这个单片器上的io的 因此呢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接成d啊 把给它一个d电频 这个时候让我们这个模块呢进入一个配对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蓝牙模块呢 才能正常的收发数据 好然后我们是通过什么让我们这个蓝牙模块 和我们这个手机连接的呢 实际上我们就通过这个蓝牙串口助手啊 这个串口助手呢 我们也会提供给大家 并且大家在这个软件是android的这个软件市场里面呢 也可以啊搜索到这个串口蓝牙助手 好我们通过这个串口蓝牙助手呢 我们就可以和我们这个把我们这个手机和我们这个模块进行配对 然后就可以实现我们这个数据的收发 具体的一个操作呢 这里面呢因为和编程的相关度不高啊 就是一些简单的一些操作 这个操作呢大家下来自己看一下 这里面呢我就不给大家做讲解 实际上就是一般的这个蓝牙这个配对的一个操作 好操作完成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对通过手机啊和这个模块进行一个通信 好我们对这个模块的介绍呢就先到这